老蕭細買高登 網民說這次仆佳了 一向不多預告節目的蕭若元 昨晚開麥前竟然在微博公告 我心目中已經有過收購合併高登的條件 無論如何都會提出 嘩 玩到這麼大 這次禮珍 高登我既然說到這樣 我一定會發問 明天我會叫Merchant Bank 寫封信給高登的管理層 高登的股東 老蕭還開出三大條件 安撫高登仔 高登法律開支 他全揹 管理層高登自己選分 收購的高登決定 還說這次看中的是高登班IT 但都歡迎其他forum 任何誰有意思 想和我們合併或收購 都可以和我們商量 即是可以有互利的關係 即是Discuss和YouWan 我們都會給他一個offer 不過那群網友群情洶湧 立即在Facebook開groupDislike 反對新媒體霸權 唉 如果高登被收購 我就立刻走了 嘩 這樣搞法 人網在他腳下 高登在他手中 這次混蛋了 你老母蕭若權 別搞高登 高登投入區 在過去的百年 香港社會運動的白源 年輕人參與這個運動 都是由普通開始 很明記政治影響 甚至是想掌握普通政治上的聲音 00年創立的高登 以言論自由和惡搞文化出名 是香港最有人氣的討論區之一 besag都不敵 最有意見 無職 最有意見 市場